下面我们来定义双变数函数极限值的存在性 那么什么叫做函数F的极限值等于L呢 也就是函数的定义域上 不管XY从任何的方向接近X0Y0 函数的值都会趋近于某一个定值L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函数的极限值是等于L 那现在XY趋近于X0Y0这件事情怎么解释呢 当两点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靠近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根号X减X0的平方加Y减Y0的平方来表示两点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小于一个大于0的很小的数字delta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XY跟X0Y0的之间的距离非常的小 那么再来什么叫做F趋近于L呢 也就是F的这个函数值跟L这个时数呢 它们之间的距离非常的小 那么我们怎么表示两个时数之间的距离呢 我们用绝对值来表示 好所以当F减L的绝对值小于epsilon的时候 也就是表示F跟L之间的距离非常的小 好所以只要是从任何方向XY趋近于X0Y0的话 函数的值都会趋近于L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函数的极限值是等于L 好那我们再一次在定义当中 当这个根号的值非常小的时候 也就是XY非常非常逼近X0Y0的时候 无论XY从何种方向接近X0Y0 F的值都会趋近于L的话 好我们就说这个函数在X0Y0的极限值存在 好下面呢我们就要给一个范例来看一看这个定义的正法 好在下面这个例题里我们要利用双变数函数极限值的定义 来证明此函数在00的极限值等于0 也就是呢我们要证明当XY趋近于00的时候 函数的值会趋近于0这个数字 好那么我们说 如果你给我任何的一个这个Epsilon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Delta 使得呢XY跟00这点之间的距离小于Delta的时候 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就会小于Epsilon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子一个Delta 使得呢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小于Epsilon的话 那么我们就证明成功了 好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使得这个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小于Delta 小于Epsilon呢 好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子的Delta 好这个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才会小于Epsilon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如何选择这个Delta 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函数的分子的部分呢 有一个X 这个X我们不知道是一个正的数还是一个负的数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X一定是小于或等于X的绝对值的 所以我们可以重新把这个绝对值啊 写成小于或等于9乘以X的绝对值 乘以Y的四次方除以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 好那为了要使这个绝对值小于Epsilon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 我们知道啊 Y的四次方小于等于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 因为X的四次方是一个大于0的数字 好所以呢 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一定会大于或等于Y的四次方 也就是Y的四次方小于等于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 好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刚刚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绝对值啊 它啊会小于等于9乘以X的绝对值 为什么呢 好因为Y的四次方是小于或等于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的 所以这边9乘以X的绝对值乘以这个东西就表示说乘以的是一个小于或等于1的数字 好 Y的四次方除以X的四次方加Y的四次方一定小于等于1 所以呢 我们这个绝对值一定会小于等于9乘以X的绝对值乘以1 那这里我们1就不写了 好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9X的绝对值 是等于9根号X的平方的 好 因为X的绝对值就是等于X的平方开根号 好 那这个9X的平方开根号 好 要怎么样让它小于Epsilon呢 好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X的平方啊 是小于等于X的平方加Y平方的 因为Y平方现在是一个大于等于0的数字 好 那么9X的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好 如果要小于Epsilon的话呢 好 那么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子的Delta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好 那么X的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一定会小于Delta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如果XY跟00之间的距离是小于Delta的话 好 这个就告诉我 X的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是小于Delta的 好 所以我知道呢 这边9开根号是小于9Delta的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9Delta 好 9Delta要怎么样等于Epsilon呢 如果我可以选择Delta是9分之Epsilon的话 9Delta就会等于9乘以9分之Epsilon 如果我们选择Delta是9分之Epsilon的话 9Delta就会等于9乘以9分之Epsilon 9乘以9Epsilon就是Epsilon 9乘以9分之Epsilon就是Epsilon 9跟9消掉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我刚刚这个绝对值会这样 一直小于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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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Epsilon 好 所以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 好 会小于Epsilon 如果我们选择Delta是等于9分之Epsilon的话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选择Delta等于9分之Epsilon 好 也就是当X跟Y XY这一点跟00之间的距离小于9分之Epsilon的时候 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就会小于Epsilon 好 好 所以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的Delta 也就是说你任意给我一个Epsilon 我只要选择Delta等于9分之Epsilon 只要选择你给我那个Epsilon的9分之1 好 我就可以怎么样 使得这个函数跟0之间的距离小于Epsilon 好 那么这题呢就证明完毕了